不过首先我们就马上带您来看到果粉非常期待的下一代的新iPhone iPhone 6 现在传出最快6月份就要现身 刚提过了尺寸会变大 4.7寸跟5.6寸 只是呢这苹果推出全新的大尺寸的iPhone 找的供应链厂商现在一新气象 市场盛传包括像耳机线 连接器 电池都要加入大陆的供应商 像是新崛起的天津力神电池就被纳入了新的供应链名单当中 哇这个消息对我们台厂来讲很糟糕 因为大陆厂又来抢单了 立刻影响到台厂的供应链今天的股价表现 40萤幕可能还是采用康宁强化玻璃 最快今年6月就要在WWDC开发者大会上亮相 除了4.7寸苹果iPhone的单一机种路线 早就从iPhone 5C就被打破 传出5.6寸的新机正在实验当中 不过可能改成iPhone Air 萤幕也可能改成蓝宝石玻璃 大陆的欧飞光真的它的供应链的产能很强 所以台厂会压缩到 比如说最近的TPK 最近的友达 最近的这个群创部分股价表现都比较弱 iPhone 6最新的供应链不只是面板厂 面临大陆欧飞光的威胁 还传出连接器 耳机线 电池都有新路厂加入 我们叫小电池打基础 大电池莫发展 外传大陆新崛起的力审电池 就是苹果供应链的新伙伴 消息一传出 郑威18号开盘就重挫盘中下跌1.69% 新浦也一路在盘下震荡 虽然苹果心机让果粉期待 供应链却是两岸两样情 新人笑就人哭 三纯时日熊李轩综合报道